聖殿騎士到底隱藏了什麼? 為什麼法國國王誓死也要殺光這群人? 今天就要來講聖殿騎士的秘密 我是他的名字 吉士與說說人 在影片開始之前幫助我們訂閱頻道 打開小鈴鐺 跟... 故事來到1099年11次十字軍東征 十字軍佔領的聖地耶路撒冷 引發了西方西都圖道東方朝聖的狂潮 然而朝聖之路卻充滿了危險 野獸和盜賊橫行 朝聖者經常遭到襲擊 而朝聖者的悲慘遭遇 也喚醒了九個前來朝聖的西方騎士 他們的責任心 這九個西方成城的騎士 他們立志保護朝聖者 在耶路撒冷主教的面前 發誓願意一生貧窮 禁欲和疾從 就像修道士那樣全心全意的主事上帝 當時的宗祖教就變負他們的一個職責 就是嚴防盜賊和攻擊者 保證道路暢通 特別是朝聖者的安全 他們就要很窮才行 又要進居 就是可能要像神父啊 修女這樣子過著比較捷徑的人生 就不能變強就好了 你也要變強 但是你可能其他的都要做到 因為天主教還是比較嚴格一點的 對...規定都要做到 就像現在我們比較... 要有錢才有事 對... 耶路撒冷的國王鮑德溫二世 他就將聖殿山上的一個角落 賜予了這些騎士措扎 這裡曾經是耶穌布道的地方 所以對騎士來說 這意義非同小客 但最重要的是 他們在這裡找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那就是傳說中的寶物聖杯 又是聖杯 對...這個寶物之外 他們還找到一份藏寶圖 這個藏寶圖也帶領著他們發現了 傳說中的死海毒卷 就是聖經的手抄本 第一本聖經 之後這群人便得到了一個稱號 就是我們之前前幾集提到 基督和所羅門聖殿的貧苦騎士團 他們最一開始是靠著捐助來維持生計 那他們徽章上面的雙人騎士的圖像 也象徵著他們的貧困 以及聖殿騎士兄弟之間 在戰場上互相幫助的其一 同生共死的夥伴 好基友 夥伴 而且騎士的身份 在中世竟是人人都嚮往的一個身份 原則上騎士並不適時 平民可以靠著戰功升格成為騎士 貴族的小孩會對他們來說相對輕鬆一點 但是也是要經過一定的訓練 並且在軍中服役數年才能被側封為騎士 但是如果你達官顯貴 也許可以成為天生的騎士 像是國王他們就是不需要服役 就能夠當上騎士 但是國王也是要有一定的能力跟戰功 還有辦法被側封為騎士的 聖殿騎士團的創立之後 很快的就引起貴族還有教會上場的重視 騎士團迅速發展壯大 羅馬教廷在法國召開了宗教會 教宗直接承認了他們的地位 這次會議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里程碑 他為聖殿騎士團制定了章程 確認了聖殿騎士團對整個基督教世界的合法地位 還有羅馬教廷對他的最高權威 教廷確實在進一步擴大了聖殿騎士團 在歐洲的影響力 並讓他們合法化的接受基督教徒的捐贈 教宗更是直接授予他們特權跟地位 聖殿騎士團是直接對教宗負責 他們不受貴族還有國王跟地方主教的指揮 而且可以免交教會的十一奉獻稅 他們甚至還可以去當地收取民眾百姓的十一奉獻稅 所以他們才能夠迅速的發展變得這麼壯大 他們最強的時候成員超過兩萬名 他們就是黑島的 有點像收保護費 對,他就是合法的黑島 可是我覺得保護費好像可以交 我應該會交啦 因為中世紀好像是真的蠻危險的 可能到處都有劫略、騷殺、旅業 也是啦... 交得心甘情願 那遲到了十二世紀末期 聖殿騎士團在基督教世界 擁有了九千座的莊園以及領地 其中挖了一些非常有名的教堂跟城堡 他們真的賺蛋了 對,教堂跟城堡 九千座城堡 很大 對啊 那有一段時間的騎士團 他們擁有了法國的賽普勒斯島整座島 那這些莊園跟財產 使聖殿騎士團變成一個非常龐大的經濟體 即便他們在戰場上損失巨大 他們也能夠瞬間的恢復成原來的樣子 對,因為就是真的... 有錢啦... 有錢能使鬼推摩 對,沒錯 不久後的十字區東深 聖殿騎士團的幾乎參加了所有寶會聖地的戰鬥 參加的騎士團人數雖然不多 但是他們每一個戰鬥力都很強大 聖殿騎士團他們最著名的一次戰役 就是蒙吉薩戰役 他們在蒙吉薩戰役中擊退了穆斯林的軍神 當時的耶路撒冷國王鮑德溫四世 他年僅16歲率領80名聖殿騎士 375名忌兵和6000名步兵 大膽的攻擊了阿拉伯 薩拉丁帶來的3萬人大軍 結果阿拉伯的馬木劉克敬衛軍幾乎遭到全滅 總共傷亡2萬餘人 薩拉丁帶著勝不到十分機的人 仓皇逃回了埃及 其實蠻厲害的 因為他聖殿騎士他才80... 每幾個人而已 而且這是以寡敵眾 很像三百重獅這樣 死守一個關口這樣 覺得蠻厲害的 打跑這樣子 但是薩拉丁他其實有軍神的稱號 也不是叫假的 他這次的失敗他沒有放棄 接下來他又發動了一次戰爭 他給了聖殿騎士團與十字軍 跟整個歐洲一個非常沉重的打擊 那就是改變了整個十字軍東征格局的哈丁戰役 在哈丁戰役中 薩拉丁的主力趕了過來 將十字軍包圍 並且點燃野草 焉使得耶路撒冷的軍隊變得乾可難忍 而周圍的薩拉丁軍隊又高聲讚美阿拉的聖歌 在心裡上干擾著耶路撒冷的軍隊 天亮之後十字軍幾乎是已經沒有什麼戰力可言了 幾乎只剩下被屠殺的份 而剩下的很多騎士為了保護當初 那釘死耶穌的那座十字架都死戰不退 直到最後薩拉丁下令停止屠殺 最後耶路撒冷的軍隊幾乎全軍覆沒 而當時釘耶穌的那座十字架 應該也是已經被阿拉伯人毀了 所以現在是找不到了 而在聖城陷落的消息傳到羅馬教廷之後 震驚了整個歐洲 那教皇也因為極度悲痛當場去世 所以是嚇死 對,心臟蹲罰 真的被嚇死 真的被嚇死 那因為聖殿騎士團的節節拜推 到了1290年 聖殿騎士的據點只剩下了一座城堡 但不久之後也淪陷了 聖帝在這個時候重新跪於穆斯林的掌控 騎士團也退守到了法國塞福勒斯島 相反的歐洲對於十字軍的支持卻是越來越少 東征的費用越來越昂貴 歐洲人不太願意一直在這件事情上消耗他們的資源 戰爭真的很花錢 對,最賺錢的就是... 軍火,做軍火 戰爭的勢力也造成眾人對於聖殿騎士團的失望 他們開始覺得十字軍東征是為了投入而投入 這變成很像把錢丟到水裡 而騎士團的地位也開始動搖 在1307年的時候 十字軍團的團長因為要去見教宗而抵達了法國 這個時候的法國國王就是菲利四世 他曾與英國的戰爭欠下了大筆的債務 而他最大的債主就是聖殿騎士團 接下來的事情大家就比較熟悉了 就是我們之前那一集巴豐特講的故事 就是他們... 白出巴豐特 對,沒錯 當時國王菲利四世 他決定在13號星期五偷襲 並逮捕所有的騎士團團 將他們的財產占為其有 而且還瞎掰了系列的罪行 都是中西記最不可原諒的異端罪 強迫他們有承認惡魔崇拜的罪行 所以這樣看起來 這些聖殿騎士他們就像一個法子 有事就找他們了 對... 就是有戰爭找他們 然後沒事欠錢找他們 很像我們的運動員有沒有 就是有要比賽的時候 他們一上來 然後最後輸了 然後沒奪牌就... 你們這些... 台灣還好啦... 網路上的酸民啦... 其他地方啦... 在台灣不會啦... 其實以前蠻... 以前很嚴重... 但是... 也不知道跟他們什麼事... 就跟他沒關係啦... 對啊,因為也沒拿他們錢多次了... 之後數百名的騎士團團員遭到在獄中被驅打成招 承認了罪行 1314年聖殿騎士團正式解散 他們的城堡被人佔據 龐大的財富直接被人家搶走 就缺錢就搶人家了 對,直接斬名... 搶錢、搶糧、搶糧... 所以還是要有權勢啦 因為你有錢沒有用 你會被人家搶走 你要有權利才可以 所以現在聖殿騎士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他們是如何在這次崛起的 好,從此之後 歐洲又對耶路撒冷發動了8次的十字軍風箏 全部都以失敗告終 所以在那之後 歐洲是從未真正佔美過耶路撒冷 一直到以色列現在正式的回歸 變成現在全世界數一數位的強國 能不能以色列開單他都沒在怕 那個搗蛋當煙火在噴 就是軍事能力差太多了 現在的以色列還有美國在撐腰 所以才有人覺得說光明會的背後就是 雙劍騎士 他們控制著金融就變相的控制著整個中東國家地區 那他們控制的金融就可以控制得了軍武 你有錢就可以買武器 那這下他們有力量又有錢 他們不可能會丟掉耶路撒冷 對,那其實台灣有一個聖殿騎士 就是我們的副總統陳建仁 他有兩個封號都是教宗給的 第一個是 范蒂岡耶路撒冷聖母騎士團騎士 第二個封號是 范蒂岡宗座大而我略爵士的封號 都是教宗給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能夠得到這個封號啦 所以他不是自己取的 不是... 對,可能他是光明會的... 成員是不是? 對,有那個會員卡 對,光明會 好像蠻厲害的 我一直覺得說這種騎士的封號 或是光明會的人只會出現在... 歐洲之類的 歐洲或是美國或是那種地區啊 然後中東地區啊 這是一個冷知識 陌默的一個... 陌默的突然有一位騎士出現在台灣 而且還副總統 對,感覺好像... 就是又是副總統 就讓我會覺得好像真的光明會真的是... 侵入了... 默默的在... 默默的侵入了各個地方 然後都是高層最高層的感覺 可是他這個頭鞋都已經放出來了 對啦 就是他可能個人不是這麼的在乎 觀眾自己不覺得... 好啦,跟大家分享這個頭鞋的感覺 很厲害 對,各位觀眾 你相信光明會的背後就是聖殿騎士嗎? 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請記得訂閱 記得訂閱 éma 記得訂閱 然後請響 然後再多點 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